所以你現在走出街見所有銀行 百分之九十九的銀行都是方市的 剩下一兩間銀行還在用 他們以前幾十年前用下來的無不治 手寫字是有性格和有生命 我們經常都說有一種人情味在裡面 原因就是即使是同一個字 可能即使是同一個書家 他出來的表現都很不同 手寫和強烈的筆劑 都在香港全面的街道 在林田市中有驚喜的視線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odern preferences 都改變了那些 當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 電腦化,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字體 我們覺得很麻木 手寫的角色都漏漏 隨便離開古代文字 和古代文字都逃避 但活動人士和設計師 都在嘗試保持這個負責 大概2015年 我當時想將這套字 好好加以利用 當時就著手了電腦化的計劃 你會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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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看到他們 我只是想想 這一定是 一個任務 對時間 為何我會做這個字體呢? 就是要由我爸爸 和一位街頭寫字師傅 李漢伯伯結緣 講起 李漢伯伯大概是在70年代的時候 在旺角的街頭開過寫字檔 就幫招牌師傅寫字的 直到90年代初 李漢伯伯他怕退休之後 就沒有人幫李威先生 即是我爸爸寫字 我當時是在工作的 他是好像吃飯時候 差不多 他就患了兩代字 來到 他於是花了相當多的時間 就寫下了一些字 就給我爸爸 作為日後 作為生財工具 和繼續去做招牌使用 The Red Minibus is a street icon in Hong Kong As ubiquitous as it is It does something unique For the last 39 years My Ken Sun has been hand-writing minibus signs bearing the destination name 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的 白底 紅藍色字 紅色是它的終點 藍色是途徑的地方 直到1982年 我就搬來這裡 小巴司機 通常文化都不會很高 小巴司機 看到我用手寫 就叫我幫他們寫小巴牌 到現在都39年 現在我寫一款 小巴牌的鈔書 鈔書 鈔書 是鈔書的字 比較清瘦 和四平八穩 這個就是鈔書 鈔書的字 是圓潤 而且 很有筆畫 很工整的 比較斯文的字 不藝有一個口訣 叫做撇辣魚刀 撇辣魚刀的意思是 它很有煞氣 看來這個字很有力 有種霸氣的感覺 一般我們寫字 找食的人 寫招牌字 都要懂這三種字 Chinese calligraphy has five major script styles 转, li, kai, xing, and tao li and kai are the most common o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they can be read and recognized easily most street calligraphers follow these two styles but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different calligraphers develop their own style these styles then became new fonts 我是文字師,歐陽昌 我做招牌都有三十幾年了 我小時候很喜歡拿著筆 喜歡寫字的 真體是正階的母體 它落筆是很重手 字不分散 叫做結構緊密 每落筆都指 前上角叫做二向一致 李漢先生的字 都是一些楷書 帶有少許行書的風格 它是一些比較粗的楷書 適合在香港密集的環境下 做招牌之用 它很多時候 它都會將一些筆畫籤袖 或者連筆 將它所有字的部件 都連在一起 當初它留下的原稿 不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是很大的一張紙 所以我們都是把它剪下來 然後貼上一些普通白的A波紙 逐頁逐頁地掃描了電腦 我是勾的字 其實是逐筆逐筆勾的 我可以逐筆逐筆調節 而且方便我之後填 然後我把底稿清掉 有顏色 然後有些字是沒有的 譬如說這個色字 如果我加個言字邊來 那就是一個C字 所以其實是可以 將李漢先生沒有寫出來的字 都可以製作出來的 那就是現在香港的公眾 甚至是全球華人的公眾 都可以使用這一套字體 Many heavy and grandiose old signboards now pose building safety problems Since 2014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has carried out large scale removal operations across Hong Kong thousands of old signboards have vanished into history 我是春記文具有限公司 第二代的負責人 這個大招牌是八零年代的 那個時候做是四萬多元 通常一般性我們擦這些 銀紅光管招牌鐵箱 如果是不要的話 將它當成一個垃圾 這樣就將玻璃擺爛了 將乾管擺爛了 現時客人方面說要把它保育 我們就將乾管擦 小心把它拆除 將它的字 將它的圖案 勾回到圖案的字出來 讓它日後用回安裝 我叫卡丹 我是卡丹 總管管理總管管理 叫鐵圓案 我們努力 在香港 這間公司 不只是 灰燈 灰燈 它其實代表希望 和居住 我的家是有點像 這樣 如果它繼續發生 這樣的話 我們的街道會是怎樣 以前可能真的要在地鋪裡 說三十年四十年 招牌反映到 店鋪的一些中性 特色首先是金色 主要是用金漆的油在油上面 Brian teaches design 在香港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他也很忙碌 維持 市場的文化 他寫了 文字 和街角色 這幾個字 都是一些 不是電腦出的字 都看得出它的獨特性 現在說的可能是 你這裏不旺 或者做不到生意 他就會離開 他就不需要做一個很漂亮的招牌 他只要做一個很臨時的招牌 整整一下就會 這些所謂招牌字 那種美學 就慢慢 取之而消失 我有一次 就帶兩位台灣的朋友 來到新蒲光附近 看一些招牌字 會覺得香港的招牌字 他們覺得很兇猛 因為香港當時有一個 很厲害寫字的師傅 叫做歐建公 是我們這行裏的祖師 很多人就模仿他 因為他的字漂亮 成了一種風氣 也可以代表香港 其實你說我的字 是不是代表香港 我的字 代表不了香港 我的字只不過是 依附在小巴的歷史裏面 所以我現在著手製作著第二套字 一個勾通的字體 可以讓人們噴漆 如果是的話 這套字都可以方便廣告的製作 我覺得保育一件事 有很多方法 盡量去記錄下這些 即是一些昔日 香港曾經出現過的街道招牌 去代表了香港的視覺文化 希望這些這麼珍貴的紀錄 可以給下一代 或者給學生知道 香港曾經有一些輝煌 或者很漂亮的街道景象 讓他們知道 郑出燒 他回到這間 不用客氣 被拼了 郑出燒 事業 或者是 祈祥 部分